积木不只是小朋友的玩具 发挥创意和巧思 还可以拼凑全地景艺术 今年新竹一动节热闹登场 有文教基金会用积木 堆系出罗马竞技场 摩埃石像和米勒的名画 供民众免费观赏 让艺术变得更平易近人 世界知名艺术家米勒的名画 现身新竹 但是这次不用花布展出 而是将原画放大15倍 用10万颗积木拼凑而成 第一天登场就吸引老师 带着小朋友来参观 带给民众艺术是随手可得 而且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触发 大家创作的一个想象力 让大家可以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随手去做 然后去在生活周遭 都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 小经典跟小惊喜 这座宽8公尺 高4公尺的罗马竞技场 以及复活节岛上 才看得到的摩埃石像 也出现在新竹械文化局广场 让参观的民众感到惊艳 来到限时馆内 30万颗积木让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主办单位不只展出户外积木造景艺术 也号召学生创作30件作品一起展出 还开设专属小朋友的积木课程 邀请大家一起激发创意 新唐亚太电视林秋霞 台湾新竹开访报道